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追马的时间去种草 人活着最要紧的不是别人 而是成为更好的自己 永远不要自己耽误自己 方能不负韶华 舒本华说 人类所能犯的最大的错误 就是拿健康换取其他身外之物 很多人忙活了大半辈子 为钱奔波 为财劳累 却忽略了自己的身体 等到身体发出了预警才知道 好的身体是幸福人生最坚实的基础 拥有健康 即便你身无分纹 跌落谷底 都能有逆袭翻盘的资本 要是失去健康 就算你腰缠万贯 风光无限 一切终将化为泡影 钱再多 但是耽误了身体 丢掉了健康 花再多的钱也买不回身体的元件 而身体好 不仅能做想做的事 让自己舒心 还能凭能力 让家人幸福 让家人安心 孤与有云 留得五湖明月在 不愁无处下金沟 往后的日子里 好好爱惜身体 健健康康地活着 比什么都重要 也要按时吃饭 勤家运动 早睡早起 把身体照顾好 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理学大师朱熹说 一寸观音不可轻 因为时间就是生命 一耽误自己的时间 就相当于慢性自杀 但时间也是公平的 你的时间花在哪里 你的收获就在哪里 比如卢迅医生 专注工作和学习 昔时如今 如此才能在 五十六年的生命中 注一千万字 还有巴尔扎克 二十年的写作生涯当中 从凌晨写到天亮 中午和下午 校对修改 完成了九十多部 经典文学作品 有所成就的人 未必天赋异禀 只是他们更愿意 珍惜时间 不曾懈怠 巴尔说 当一个人回首往事 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也不因碌碌无为 而羞耻 以后 把追剧的时间 用来养生 把乱想的时间 用来提升 把抱怨的时间 用来改变 每一分每一秒 我们都不要耽误 这样才不会荒废人生 蹉跎岁月 日拱一族 公布唐娟 你终将过上自己 向往的生活 改变自己的一生 哲学家百拉图说 如果不幸福 不快乐 那就放手吧 多少人 执着于毫无回应的感情 把自己搞得狼狈不堪 多少人 为了换不来 珍惜的付出 落得个 遍体鳞伤的结局 一个人痛苦的根源 往往就是 忘不掉 放不下 舍不得 学会放手 不耽误感情 不消耗自己 才是真正的智慧 等先变阙 故人心 却到故人心意一变 这世上 没有谁 真的离不开谁 原来珍惜 人去放手 一辈子还长 总要留点热情和温柔 给后来的人 正如太宰志说的 一切都会过去的 从现在开始 别再执着于 你和任何人的关系 和得来就聚 和不来就散 人山人海 怕什么相遇和离开 关于感情 亲疏随缘 爱恨随意 就是最高级的 处理方式 把放不下的放下 让过不去的过去 用宠辱不惊的心态 过随遇而安的生活 网上有一段 很火的话 说 世人慌慌张张 不过是图碎银几两 偏偏这碎银几两 能借世间万种慌张 保老人万年安康 儿女入得学堂 柴米油盐 无骨粮 没有一份工作 是不委屈的 但赚到的钱 可以支撑起家庭的幸福 所以千万不要在该吃苦的年纪 选择了安逸 耽误了工作 努力工作 好好赚钱 才能成为更强大的自己 收获更有底气的人生 不止如此 工作还能磨砺心性 提升人格 让你变得坚强而勇敢 成熟而笃定 你也可以在工作当中 去发挥自己的才能 实现自己的价值和理想 纵观古今中外 凡是功成名就的人 无一不是埋头于自己的事业 举精会神 精益求精 于果也说 看重你的工作 精神振奋地投入每一件事 会让你充满活力 并赢得尊敬 你要相信 这个世界从来不会亏待 任何一个认真生活 努力工作的人 俗话说 活到老 学到老 无论什么年纪 都要坚持学习 不断更新自己 充实自己 这样才能神华 自己的经验认知 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 跟上步伐 抓住机会 反之 如果耽误了学习 停止了成长 就会逐渐失去竞争力 被时代所抛弃 我们不要拿年龄当借口 不要把没空挂嘴边 学习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就像靳平公曾对试矿说 我70岁了 想要学习 恐怕晚了 试矿劝慰道 与其在这里感叹 不如现在就点上蜡烛 开始学习 种一棵树的最佳时间 是十年前 其次 就是现在 只要你步履不停 学习不止 为自己赋能 生活也会对你温柔以待 无论是看书 拓展知识 还是学习技能 发展副业 又或是培养爱好 丰富生活 都能增长见识 开拓事业 更能有充足的底气 拥有人生的主动权 和选择权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文月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文章 记得分享到朋友圈 或者是在文章底部留言互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